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部我们叫雅科 他一般不太会说真实的病情 不一定能说清楚 所以从某种角度 作为儿科医生应该有更丰富的临床经验 阅历在里头帮助他来认识病人 来 常听到嘴多了就辛苦了 好了 回家了 我是陈玉智 是首都儿科研究所 一个老的医生 主要是搞儿童笑场和过敏疾病 今年正好85岁刚过 跟我一样年龄出疹的 可能就还有一位神经典科了 别人我的同伴同学 他们都不出了 这些随便的人都不是随便来 费了好大抉择 好多外体来的 新疆的有内蒙的 有东北的 那天我自己也在算 我说一次平均20个门诊有 我都算不出来多少万人次吧 应该吧 人生的经历 你本生活的年龄比较长 你脑子还清楚嘛 你学医的嘛 觉得你没白活吧 对别人多少有点帮助 老大也咳了 老大的咳是有半夜咳嘛 午时后我们都说嘛 外咳不知血 内咳不知船 所以指的家长就整半了 他也不承认就笑他 你都告诉他 不要害怕 你应该好好地治疗 你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也不会要终身吸药 也不会影响你生长发育 所以我们甚至提出来 因为笑产要做到零发作 最近有个病人 上长安学去演出了 那就是他自己很重的 笑产病人 通过微翻的吸入治疗 中间嗓子也没受影响 喂 姥姥 没事 我就说问候一下你们 就叫孩子别太累了 跟老师也打个招呼 不知道他到底不是完全那么健康的孩子 就58年就分在中国医学科研究所了 那个时候我们一毕业就独当一面了 另外治疗相对也比较简单 人工的抢救什么的呼吸机 那都后来才有的 还要有时候谈度我们自己吸谈 甚至我们自己可以插管子进去吸吸出来 就涂掉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顾虑 想到他觉得抢救病人最主要了 有人还是走以后 家长还会抱着我们一起 因为觉得是我们共同的行业 就走了 那时候我觉得人好像比较简单 也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谁都不想很信 现在我们天天说健康中国 人人健康 那到底怎么体现出来 中国人怎么算健康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病人 吃那么多药 那这里头可能一个生活模式 还有人的理念变了 儿童校场呢 在1990年我们做一次全过的大概40万种 0到14岁的儿童校场 那次的儿童校场发病率大概是不到1% 那么到200年10年以后呢 1.97 又过了10年3.02 所以整个说来呢是逐渐的增长 只有她才能牵头做三次流调 这是以什么概念呀 全国各地都响应她 做流调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没有钱 没有时间 但是又要具体地去扎扎实实去做 对于儿科校船 她就是老大 我的事还是比较多 因为除了临床的这些工作 我还有集成医生培训 还有在学会里还有担任一些顾问和合同项目 国际呢 有一些像全球的这个过敏和疾病的联盟 我曾经在那当过副主席了 整个时代都在前景嘛 那靠你一个人我没这些想法 只是我觉得我在这儿多少还能做一点 有的时候到公园也有人叫我 到外地有时候突然又去到医院 突然有人啊 看着我 我哪个孩子家长 怎么又看见你 我到这儿挺有意思 比我什么英雄的木耳 什么有贡献多得多 我不是就只是普通的儿子大夫嘛 作为一个医院工作者 我应该顾问你 到底怎么来做好一个真正的健康 孩子健康的人吧 我这儿没没有 我们就把孩子健康 得很重要 有一点 我们来讲大家